杯形也不會走樣的 獨特創新, 安全可靠 就是SAMILY 直到LTV106台 或打熱線查詢吧 Tap and Go手機錢包 讓你即時手機過帳 一張單, 每人合多少錢 一清二楚, 要他過帳 對方即時收到 姐姐, 麻煩你 還知道他花了多少錢 不止香港 全球超過400萬個商戶 在網上購買, 一樣都可以 Tap and Go, 拍照, Go Cashless 英美政局不似預期 衝擊股匯債市 互心融斷失敗 中港股市加強胡同 人民幣跌, 樓價急升 港府加辣, 港資中資 各有部署, 假食周期 大家準備好了嗎 專家為來年大預測 法國In Good Me 呈軒 2016財經大肆回顧 星期日晚6時半, 99台ViuTV 這位巨星, 任何地方都是他的舞台 華麗轉身, 領舍吸引 難怪稿上居民對他苦手清神 貓全部都是貓 星期二晚10時 你又是一個很沽寒的人 所以懂得這麼多省錢,大白 不是沽寒,我是大叔 你女友的時候 有很慘痛的東西嗎 打學包也試過 乘搭飛機遲到也試過 飛機就走了 晚吹一帶一路 星期三晚11時 99台ViuTV 夜良淑儀說中英至今未陰點下一任特首 是一個進步 又說港府在故宮文化博物館爭議上 可以早點跟市民解釋 不需要做到滴水不漏 林鄭月娥說 明年對於她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她的身份可能有變 屯門發生謀殺案 一個女人死亡 警方拘捕死者的丈夫 各位午安,歡迎收看這次新聞 行政長官參選人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認為政府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 可以更加開心建成 和理直氣壯 早點跟市民解釋 不需要做到滴水不漏 葉劉淑儀又說 中央至今未陰點下一任的特首 是一個進步 蔡宏傑報導 前行政會議成員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透露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在最近的行政會議中 曾經交代在西九文化區 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 但認為當局可以採取更加積極開放的態度 爭取支持 我也明白它在某程度上需要保密 可能是中央的部位要求保密 但其實這個西九文化館有故宮博物館 搬來的部份來香港是好事來的 其實是好事 我相信很多市民會歡迎 落成之後都會有很多人去參觀 或者吸取教訓 將來處理這些議題 可以比較開心建成一些 理直氣壯的和市民解釋 不需要做到滴水不漏 已經宣布參選行政長官選舉的葉劉淑儀 又說中央至今未陰點下任特首是一個進步 認為中央是吸取教訓 明白行政長官選舉不只是填補一個席位 葉劉淑儀說 至今沒有收到紅燈 有和中央政府保持接觸 亦都有到過北京和中央官員會面 對於特區政府在就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 提出司法覆核 葉劉淑儀認為是去得太盡 一方面在法律上未必有勝算 同時亦影響了選委會選舉的結果 NOW TV記者蔡宏傑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凌晨發聲明 回應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爭議 說董事局在上個月一致通過項目 林鄭月娥亦曾經諮詢過局內的資深成員 諾錦平報導 擔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日前在北京簽訂協議 計劃在西九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 但就被質疑事前沒有諮詢 西九董事局發聲明說 董事局在上個月底的特別會議上 一致通過項目 而林鄭月娥在今年上半年 亦都諮詢了董事局的資深成員 包括副主席夏佳里 時任博物館委員會主席羅仲榮 其後亦都為董事局成員 舉行了兩次詳盡的項目簡介 董事局認為項目可以加強兩地交流 亦都符合西九文化區的願景和目標 聲明亦說 西九發展圖則分別在2012年和2013年 獲成規會和行會批准 以及就發展圖則進行了公眾諮詢 由於故宮文化博物館 是屬於發展圖則核准圖內 經常准許的用途 而且建議的總流面面積 和建築物高度都沒有超出限制 因此並不需要承規會規劃許可 以及進行相關資訊 聲明有強調 管理局在今年的九月 決定不再在西九推展大型表演場地 是經過詳細的評估 否認和故宮博物館有關 而故宮博物館的選址 只是利用原計劃大型表演場地 騰出的部分空間 其餘部分仍足夠興建一座多功能的展覽中心 NOW TV記者 羅錦平布特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出席一個慈善跑步活動的時候說 明年對於她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她的身份可能有變 但對於做好事仍然是不為餘力 明年2017年是一件 迎來一個回歸20週年 特區政府會安排很多慶祝的工作 對於我個人來說 2017年將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無論我稍後作出什麼的決定 我的身份都會在2017年有所改變 但無論我是什麼的身份 我仍然是香港精英運動員的好朋友 所以記住以後 無論是愛心跑或週年晚宴都要請我 屯門發生謀殺案 一個女人死亡 警方拘捕死者的丈夫 多個探員在地下的垃圾房 搜尋空氣和證物 最終檢獲一把剪刀 和染有血跡的衣服 事發在星期五深夜11點多 52歲的女侍主 在屯門疾風科院 澤民樓六樓一個單位 和58歲的丈夫發生爭執 期間用利器和硬物襲擊對方 之後涉案的男人 再去到青山警署自首 警方破門進入單位 發現女侍主昏迷倒臥在床上 臉和頸部都有多處的傷痕 送到屯門醫院之後 雙重不治 今天是隨席 為了方便市民上街慶祝 港島和九龍區都有封路措施 和特別交通安排 公共交通工具延長服務時間 而港鐵多條路線就會通宵行駛 林榮報道 為了迎接2017年 維港午夜12時會舉行 隨直倒數煙火會員 警方預計維港兩旁上街慶祝的人 和去年差不多大約33萬人 港鐵多柱將會實施特別交通安排 晚上8點起 尖沙咀近海旁的路段 包括梭士巴里道 至到保寧街的尼敦道北行線 和介乎梭士巴里道 和嘉年威路道的尼敦道南行線 還有北京道 海防道 和一段的廣東道等都會封路 封路範圍之後 會向紅磡西九文化區 和油麻地分階段擴大 到晚上11點半 左敦道以南的尼敦道南北行線 都不准車輛進入 港渡方面人群聚集的蘭桂坊 下午6點起封閉 附近的路段包括得幾粒街 惠寧頓街和雲涵街 還有不打街和不甸詐街中間的 皇后大道鐘都要封路 而晚上9點起 灣仔博覽道 和中環8號碼頭 對出的一段文光街會封閉 警方呼籲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在人多地方注意安全 聽從警員的指示 而港鐵多條線路 包括冬鐵、西鐵、全溫線 和港島線等將會通宵行駛 部分巴士和小巴路線 亦都會加強或延長服務 運輸署呼籲市民 盡量使用交通工具 避免開車到返航的地方 NOW TV記者 在空襲一霸之下 歐美多國在隨即同新年的慶祝活動期間 將會加強暴安措施 鄧耳環報導 德國首都柏林著名景點 柏林登堡門 每年都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 在隨即夜倒數迎接新年 因應柏林早前發生聖誕市集貨車襲擊 當局在多處加設路障和圍欄 部分警員也都會配備衝鋒槍 防範類似的襲擊 而在去年隨即夜發生大規模性侵案的 西部城市科農 就首次加裝監控鏡頭 即時追蹤可熱人士 超過一萬五千個警員 也都會在當地加強巡落 同樣受到恐襲一霸籠罩的法國巴黎 機場、車站和多個旅遊景點 保安明顯加強 親身到場視察的內政部長勒魯 和國防部長勒德里昂重申 當局會盡力確保民眾安全 巴黎地標艾非爾鐵塔 及傳統徐籍煙花會演將會取消 預計超過60萬人 到時會在鄉借麗舍大道迎接新年 預計在新年慶祝活動舉行期間 全國各地會有超過9萬個警員當席 在英國倫敦 預計數以萬計民眾 將會在泰晤士河畔觀看煙花會演 當局單單在市中心就佈處近4000警力 在英國大部分警員都不會配槍 警方今次會特別出動部分配槍警員 在地鐵站和列車加強巡邏 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下星期四 將會舉行大型新年慶祝活動 當局到時將會禁止大型貨車駛近慶祝路線 而在每年隨即都會擠滿人群的 美國紐約時代廣場 預計今年的倒數活動 將會吸引大約200萬人參加 當局在市內部署大約7000個警員 又出動多部載滿3顆垃圾車 充當防炸彈障礙物和路障 防範襲擊 NOW TV記者鄧宇媛報導 下次回來看看其他消息 NOW TV記者鄧宇媛